- 鏡頭補充 - 鏡頭補充 - 太噁了 - 鏡頭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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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CK - 你的腳啦 - 走開走開 - 過年節目都好無聊 - 看到不知道要看哪一台了 - 讓我們來講講傳說吧 - 這邊剛剛有五個人 準備會講 可以感謝 你們要選哪一隻啦 我要選克里希 她的翅膀好可愛喔 我要選小蘿莉 愛麗絲 跑跑跑向天跑 你們選的那些都太可愛了 看姐選的娜達亞來Carry你們 既然你們都這樣選的話 阿姨我就當熱功路貂蟬吧 我可能會選擇一些比較容易在 順風的時候帶起風向的角色 例如騎爾或是刀鋒 中路也可能會使用圖倫這種類型的角色 盡量先滾動自己的經濟 然後再利用轉線去做變線的擊殺 那當然如果跟自己對線的對手 實力比較差 有機會單殺他的話 也盡量去單殺他 總而言之 如果想要Carry隊友的話 那一定要讓自己打出順風的一個局面 圖倫有多段的位移 那他的大絕又有斬殺效果 擊殺敵人之後又會重置自己的 應該說減少自己的CD時間 所以他是一個在會戰中 很容易滾起雪球的角色 他也是目前現在職業場上的 OP中路角色之一 技能CD時間短 順傷又高 那加上有多段式的位移 那目前現在綜合所有的法師來講 其實大部份的優點他都擁有 對面的龍馬也太煩了吧 一直殺我耶 又要等20秒 當然我會先跟凱撒路的隊友說 就是讓他盡量在塔下收兵就好 盡量不要再出去 那很可能會再造成更多的擊殺 那我這邊如果有空閒時間 會過去支援 那其餘的時間 我可能會想辦法去把 敵人的另外一條路線給打爆 打爆之後就推塔 因為在可能比較 可能在一般場就是敵人的支援速度會比較慢 所以如果我這邊支援速度快一點的話 是很有機會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這樣邊線這樣邊線擠殺然後迅速推塔 然後迅速推塔 中宵中宵 風那邊推點 打野子踩好了沒 不行不行不行 我那個火跳牆好了 媽等一下我們現在順風耶 不行啊火跳牆比較重要啦 欸系統會說慢慢要掛在溫泉區還是跟隨我耶 如果隊友有事中禮我建議就掛在溫泉吧 因為有時候跟隨他的行動會比較像機器人一樣木納 那也容易被敵人再拿下一次擊殺 那不如就掛在溫泉裡吧 靠我去偷她們的藍 欸欸 不然一拳衝過來了 啊妳要 死掉啦 我不信 我等等還要再去偷一次 哇 真的真的太快了吧 我又要死了 如果她是屬於很喜歡衝進去的話 我可能會請她等一下 我這邊整理好兵線陪她一起衝進去 那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基本上愛麗絲有一個強CC的技能 然後他也有加速功用 那當然我選的角色就是一定需要增加一點瞬間的傷害能力 那搭配他的CC就可以在野區將遇到的人做擠殺 我可能會先call他跟我一起蹲在草叢裡面 那等有人經過的時候讓愛麗絲先放暈眩 那我再用圖倫的一技二技貼臉的方式 那再接大招去收頭 看見2018最新JG時尚納塔雅怎麼Carry整場 欸準備Gank喔 欸怎麼這樣 特意信你要跟上喔 不是不行 沒關係我們再來試一次 魔龍路魔龍路看這邊 華麗更長 哈哈哈哈 回開 呃如果家人走打野味又不喜歡吃自己家野怪 到處去Gank又沒有效果的話 那我可能會選擇把自己家野區給掃乾淨 把經濟弄到我自己身上來讓我來Carry這場遊戲 因為滾動經濟很重要如果你想Carry這場遊戲的話 你的經濟一定是要全場最高的 基本上他不要一味的去送頭就好了 那你就不管他了 因為把他經濟吃掉啊 那經濟在我身上就讓我來Carry吧 欸再拖一下再拖一下我們快到主堡了 會再拖一下先把後排喔 會再拖一下先把後排喔 不是不行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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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